当体验快递生活的黄博被上海大妈追骂时 他才知道底层人民的心酸 我们就认得你啊 好的好的 一定要送过来吧 好的好的 某期急挑嘉宾被安排体验民众生活 而黄博和陈乔恩被分到体验一天快递员 本以为是一件轻松的工作 还在暗暗窃喜 当来到快递战时 师傅却丝毫不给喘息 直奔主题 你们先去换衣服吧 好吧 十分钟好吧 十分钟 好 十分钟 好老板 快递不好玩 由于时间紧 任务重 师傅只给了十分钟时间换衣服 等到两人换好衣服 万万没有想到 今天的工作量却是送两百件快递 这个消息如晴天片一般 你们两个人今天任务送的就这件 两百件 听到这个数字 陈乔恩直接惊掉了下巴 瞪大了双眼 黄博只好无奈苦笑 这对食指不沾阳春水的明星来说 简直就是难以完成的任务 分减快递时 两人因动作太慢 遭到师傅的责备 陈乔恩本以为是走个过场 却没想到是动真格的 正当两人打满鸡血 开始干活时 没想到这份心情 很快就被打破了 下一秒 黄博在路口等红绿灯时 不料一声俱响 却非来横货 一辆倒车的面包车 直接撞了过来 吓得黄博瞠目结舌 见状车主也赶紧下来查看 连忙道歉 检查车子并没有损坏 不好意思 以后注意啊 注意安全 为了完成今天巨大的工作量 黄博也就没有追究 随即匆匆赶往送货地点